上妝的第一個步驟 隔離防扇 防扇要能夠發揮作用 一定要充分的覆蓋 一定要上到這種程度 接著呢 我現在打粉底了 用的是二號 先上在這個區域 這個地方比較容易會有翻點的問題 輕輕的拍就好 鼻頭這個地方 我們要給它光澤感 拋光 你希望你的妝立體點 這個地方可以上四號 尖了 就小了 如果你是乾性肌膚 蜜粉一定要用一點點粉 越清越好 蜜粉先上 再上腮紅 就是你有沒有好好上妝 你有沒有運用這樣的技巧 你能夠做出這樣有質感的妝來